最近一周我们上海的媒体同行真的是要盲崩了 因为一年一度的上海电视节又开幕了 要说每年电视节人气最旺的展台 香港无线电视台一定算是其中之一 和几年前一样 这回香港无线也是叫来了一大批爱将为自己站台吆喝 像黎耀祥 黄宗泽 陈展鹏 洪永诚 陈凯玲等 从一哥到新晋的人气女性一个都不辣 就连跟香港无线电视台 三十年后再续前缘的汤振业都来了 如今香港无线电视台的一哥非黎耀祥目署 不仅手握三座视地奖杯 还观众员一流 每每加盟新剧都是收视率的保证 这似乎也让他的视野登上了巅峰 不过其实黎耀祥可不满足于直言港剧 这两年借不少同门前往内地拍戏 这位金牌师弟也是郁郁郁郁市 我真的很期望能够拍拍内地的戏 或者是一些综艺节目 因为我觉得近几年内地的水准真的提得很高 舒适这么说 但黎耀祥那么多年来 却在香港无线戏约不断 根本无力抽身 这回跟他合作了电视剧 肖雄的汤振业也不禁调侃起了他 我觉得我应该去学习一点 有机会应该多学习 因为你是TVB的老大哥 不能去学 没有你的话就不行 所以你不能离开TVB 没有没有 虽说是玩笑话 但汤志愿讲的却是个不争的事实 近年来香港无线电视台跟90年代的巅峰时期相别 确实在演员阵容上有些轻狂不接 现在TVB确实在缺乏新人 你哥要 哎呀你多回来 带起来他 哎呀胖哥你多回来 跟我们拍戏TVB就会更好 面对大众的质疑香港无线电视台的年轻一辈们其实也有自己的想法 在他们看来当下的情况是一段必经之路 记得那时候有前辈就跟我说过 演员是比如说一二三四五 你是不能跳舞的 一定要一二三四五 一步一步来 不能一到五 所以我对这个希望就当然公司继续给机会我们新的去做了 也是有很多天使弟弟配合嘛 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多给一些空间嘛 年轻演员发力不猛 拥有广大观众园的资深演员又纷纷合同到期 面临是否续约的问题 胡馨儿就是其中之一 不过最近除了合约之外 他的婚事也非常引人注目 据传今年12月 胡馨儿就将和男友步入婚姻的殿堂 不知道是同事又是前男友的黄宗泽怎么看呢 如果是真的就祝他幸福快乐嘛 快点把那个请我去喝喜酒 那你的感情问题什么时候能见 你也没有介绍给我 快点给我介绍 你快点介绍一个给我 你要喜欢什么样的 喜欢 一定要是女孩啊 节目再见 上海才放不当